这几个咱们来说一下 节油 环保驾驶 OK先看第一题 电喷汽油发动机启动的时候驾驶员 需不需要 踩加速踏板是不需要 因为这时候呢有电喷来替你干活了 你就 不用教菜了 这样呢也可以 节油又能保证发动机冷却温度尽快达到正常 第二题 咱们要记住一个数据是10倍什么10倍的 冷机状态下 启动发动机 所消耗的燃料比热机状态下多10倍 就是冷机的时候 更废油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停车的时候要倒车进去 咱们知道你要一头扎进去的话比较省事但是倒进去的时候 就麻烦一些 那这时候 实际上相对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省油的做法 因为 你进去的时候是热机状态倒车进去的 等到你再把车开出来的时候是 冷机状态 用动作也比较少 第三题 发动机启动后机油压力表只是迅速下降甚至降到零 这就是机油压力降到零 当然说明机油压力过低了 但是很多车上没有机油压力表 第四题 下列哪种行为不会造成燃料浪费 那你看ABC只有 ABCD只有一个叫合理 合理选择挡卫星车 看A说发动机怠速时 你怠速踩加速踏板 这不是纯粹废油吗 车也不走道啊 B发动机长时间空转 这也是废油 D将冷却液温度控制在较低水平 冷却液温度应该是845到95 或者说80到90 这个范围是最好的 第五题一般情况下 经济车速也就是说最省油的车速是汽车最高设计车速的 咱们记住数值是50%到75% 但是需要注意的时候 咱们的车经常有高配低配中配啊 什么豪华配旗舰版 烂糟糟的啊 速度表可能用的是同一个但是 最高设计车速可能是不一样的 同时在最高设计车速并不代表就是 速度表上那个最大值比方说有的是2202 240 说更高 比方说 轩逸这款车轩经典 他这个最高设计车速是多少呢 是180 但是他的速度表上可能已经飙到240了 OK这个题咱们就记住经济车速是最高速度的50%到75% 第六题汽车行驶阻力包括就是 行驶时有什么阻力 OKABCD都有 轨动阻力空气阻力加速阻力和波套阻力 空气阻力是 咱们知道最多的 还有轨动阻力就是轮胎在轨动的时候 他有阻力如果他没有阻力 比冰面还光滑呢 那车也跑不了了 还有一个加速阻力 比方说他现在是20他要 加速快速的跑起来 这时候也有一个阻力 为什么说马力大的加速快呢 因为他克服阻力 轨动阻力的劲也比较大呀 坡道阻力当然就是爬坡式的阻力 第七题轮胎气压过低会增加轮胎的 滚动阻力 轮胎本身也是滚动的嘛 如果气压比较低 轮胎气压比较低 他接地面积就比较大 相应的阻力也就比较大 第八题算是一个常识题 汽车频繁的变换车速会使车辆的油耗当然是增加 第九题下列哪一行为有利于节约 燃油 A合理选择挡卫行车 C合理利用空调 D减轻车辆质量 这都是有利于节约 燃油的 B呢说频缓换导变速 肯定是废油的 第十题下列哪一因素会影响车辆 油耗 A 车链和车矿 B车辆的负载 C天气和季节 D道路交通情况 这四个常识 就不多解释 实义题行驶系基建的技术状况会影响油耗下列相关表述中正确的是 ABCD 轮毂轴轴身过急 或轮毂轴轴身过松 或者前轮定位不准 或者轮胎气压过低 都会使油耗增加 12下列哪些是节能环保的驾驶操作方法 看 A平稳起步合理控制车速 B合理 规划行车路线 C按经济车速行驶 经济车速就是最省油的车速 D合理使用空调 合理的就对 13下列哪些是节能环保的驾驶操作方法 A减少不必要的超车 A减少不必要的超车 B起步前预热发动机 一般来说预热 30 秒 一分钟就够 C 条件允许时尽量使用高速档 说的是条件允许时 D合理使用带档滑行 这个 他说了合理 合理 而且是带档滑行 不是说下坡时的空脑滑行 14题问的是 下列能直接转化尾气中有害气体的装置是 只有B 是尾气后处理装置 你就单看关键字 他也只能选B 15题汽车排放是指七天尾气中排出的什么等有害气体 这四个都包括一氧化氮 碳氢化合物 氮氧化合物和微粒物 16什么经阳光照射在大气中形成光化学烟物 OK这个咱们记住是氮氧化物和碳氢化物 氮氧和碳氢 问什么东西在大气中可以形成酸语效应导致人类出现酸语病症 这是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 如果你学过初中化学的话应该对这两个比较了解 18汽车噪声主要来自于什么 发动机的噪声 轮胎噪声和喇叭声 发动机噪声咱们好理解 轮胎噪声 比方说速度跑起来会听到胎噪 喇叭声 那空调噪声的空调的声音非常小 基本上咱们 听不着 他被发动机噪声给盖过了 我是这么说 19题很简单下列哪些操作能够实现节能减排 合理 先找合理 A是合理 说合理规划行这路线正确 D 保持发动机转速在经济区间 也就是说 最省油的转速区间 所以是 A D 20下列哪些驾驶方法可以实现节能 B 尽量保持直线行驶 和D 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那紧急制动是比较废油的 就是把油 产生的燃烧的化学能 热能 变成了 刹车 在制动盘的热能 这是比较废油的 21 燃烧时的积碳增多后 容易引起可来混合器的自然造成功率下降 如果积碳过多会增加 耗燃油 百分之多少是百分之八左右 当然这个数值啊 就是有些实验室数值肯定会有偏差 这积碳过多到底多少是过多呢 没有关系咱们记住百分之八就可以了 之前咱们还有一个口诀就是八轮胎 是轮胎 轮胎什么轮胎呢 子五轮胎和斜胶轮胎 他们会 导致耗油的差异也是百分之八 22 空气阻力与车速平方乘正比 这是车速平方 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的汽车发动机输出功率的多少 是80%被用来克服空气阻力 23 空气阻力与车速 是平方乘正比 咱们记住平方乘正比 24 滚动阻力 这个滚动阻力就是指着轮胎跟地面的接触 说滚动阻力与路面的类型与路况行驶车速以及什么有关 当然是轮胎跟车速 跟轮胎 有关 25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过低 汽油不易蒸发物化 易形成什么 汽油没有蒸发物化 那它是液态 那就是汽比较少吧 汽比较少 就比较吸嘛 所以是过吸混合气 26 轮毂轴承间隙过大 轮毂和轴承会发热 出现车轮摇摆滚动的现象 滚动阻力加大大约会消耗多少的燃油 这也是一个实验室数据 咱们记住是20% 27 车量怠速时驾驶员每踩一次加速大板大约浪费燃油多少呢 这个是3到5毫升 咱们记住一下 如果是怠速 5分钟 这时候消耗是多少燃油呢 是70毫升 70毫升跟3到5毫升比起来差距还是蛮大的 因为那是怠速5分钟 这里是每踩一次加速踏板 28 汽车加速行驶时需要克服本身质量加速运动的什么是惯性力 成为加速足力 OK这个咱们记住叫惯性力惯性力就可以了 29 这题问的是 发动机转速 越高的时候功率和能量利用力用率越大 燃油的单位消耗量越小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 转速上去了 用高档 咱们一般来说 经济 车速 80左右吧 有的是可能是60到90 每种车型都会 多多少少有差异 但是 80左右 30 影响汽车节能减排的因素有 B发动机的耗油率 就说这车本身设计的耗不耗油 C 汽车的机械传动效率 D驾驶员的驾驶习惯 这跟汽车行驶方向没有什么关系 他往南走他往北走我东走我西走 没有多大关系 31 通常情况下水温苗读书在85到95摄氏度时 油耗比较低 转距和功率较大 32 可以降低氮氧化物排放量的装置是 降低氮氧化物 是尾气后处理装饰 其余几个都不至 33 再提示 碳氢化合物 是燃料中未燃烧的物质 咱们汽油中燃烧的物质 实际上也就是碳氢化合物 由于混合器不均匀 燃烧时过冷等原因造成 34 这是说 氮氧化物 是燃料在高维富氧的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物质 氮氧化合物是高温富氧 高氮 你可以记那么词叫高蛋白 35 加速阻力 加速阻力与发动尼飞轮的转动惯量 也就是惯性力 车轮的转动惯量以及传动系统的转动力 有关 OK 这是加速阻力 36 汽油燃油标号 也就是说 汽油标号的高低 会造成气缸和喷油嘴基碳增加污染物排放增加 就说咱们根据车辆 压缩比 确定 汽油的标号到底是92 95 或者是 93 97 37 柴油基排放物 威力5 威力5 也就是说 PM 咱们最熟悉的就是PM2.5了 这种会危害人的眼睛和呼吸道 这是咱们在北京 雾霾之都 38 混合器浓度大及混合器不均匀都会是排气中的什么增加 是 柴油基排放的污染物中对人的眼睛和呼吸道危害很大的是 咱们都知道雾霾雾霾是PM2.5 这个PM不仅仅是2.5了 还有PM10 41 考的是柴油 柴油机的柴油车 采用的是压燃方式燃油在高温高烟害下裂解更容易产生大量人眼看得见的碳烟 所以是柴油车的发动机 柴油基排放的主要有害成分是 太阳化物和微粒物 咱们就记住 柴油车 跟微粒物就是PM是有关的 这个微粒物呢 影响眼睛和呼吸道 43 柴油基排放的微粒粉尘会危害人的眼睛和呼吸道 柴油基 微粒也就是PM 影响人的眼睛和呼吸道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做 似乎倒体了 44 可因你头晕头痛失眠 还可导致白血病癌症的污染物是 碳氢化合物 比如说本系物本系物就是碳氢化合物 如果你记不住呢 那就是碳氢化合物 这颗粒物呢是影响人的眼睛和呼吸道 遗氢化碳呢 遗氢化碳呢 遗氢化碳比方说有的人把车吸了之后开空调 OK可能会引起遗氢化碳中毒 或者说他在 车库里开空调 车带速运暖 这也会引起氢化碳中毒 45 火药炸药 其爆药属于危险化合物品中的当然是爆炸品 都是属于一爆的 46 下列危险化合物品中属于易燃固体的事 问的是易燃固体 是火柴 烟花是什么 烟花是爆炸品 电石呢 这也属于爆炸品 燃油 那属于易燃液体 47 硫酸 硝酸 盐酸 属于危险化合品中的 这是酸类当然是腐蚀性 48 硫磺火柴属于危险化合品中的易燃固体 49 下列物品中属于爆炸品的 问的是爆炸品 这是烟花爆竹和炸药 50下列物质中属于易燃液体的事 是汽油 柴油 汁油和机油不是属于易燃液体 51 燃油漆火时出租汽车驾驶员应该 油漆火 你就不能用水 所以A是不能选 他说马上离开现场 这肯定是不靠谱和大声呼救 应该是D用路边沙土或者进水的衣服等覆盖灭火 刚才说油漆火不能用水为什么说进水的衣服就可以呢 这是用衣服覆盖 隔绝氧气 隔绝空气 52 月有乘客携带烟花爆竹 养手招车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 这是 可以聚载的 不予搭载 53 氧化性物质主要无眼性是氧化性 氧化性物质 咱们就理解是什么呢 它可以供氧 氧化 当然还可以助燃嘛 燃烧需要氧 所以这是助燃性 还有爆炸性 毒害性 和扶持性 54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发生微烟品运输事故停车后 不正确的做法是 不正确的做法是用水清洗微烟品 反正你对这个微烟品也不了解 能不能用水清洗 跟水会不会说起反应 另外这个水 你清洗了之后流到哪里 这是不是一种剧毒品 比方说 氧化物质类的那就是剧毒的 这就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处理 而BCD是正确的做法 设置故障车警告标志 关闭发动机 消除火灾隐患 做好隔离和警戒工作 55 自使问的说 如果在运营过程中发现乘客携带了危险品 这时候这个危险品应该是谁处置的 当然是乘客 本来他是携带危险品 不明不说 他携带的是强制什么 这种管制的 比方说他带着烟花暴烛了 你难道要把这个东西交给冰警吗 谁的问题是来解决 所以是乘客 除之 56下列物质中 浴水放出易燃气体的事 这是电石 谢谢 Zap 刨 索兴